让人教育了 真是让人给教育了 是什么个事啊 有个抽牙器找我做广告 说咱们刷了几十年的牙 压根就没刷干净 这不是跑这贩卖焦虑来了吗 对不起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 不支持我做这种事情 没病走两个 还非得让我试试 行 真小啊 这真是让我不得不认真地 做了一下功课呀 话说这个抽牙器 早在1962年就已经发明了 只不过这两年才流行起来而已 当时美国一位叫 杰拉德莫耶的哥们就突发起想 能不能让专业仪器 出现在普通老百姓的手里 能让他们自己充干净 牙缝里的食物残留 要知道咱这个牙呀 一共有五个面 平时我们刷牙 只能刷到里面外面和咬合面 牙缝之间很难清洁的到 时间一长 食物慢慢就会变质腐蚀牙齿 越堆越多 就会形成牙结石挤牙牙齿 导致口臭 牙咽出血 甚至牙齿有松动感 这个充牙器又叫水牙线 它是通过超细的高压水柱 来清理牙缝 从源头减少牙结石的形成 传统的牙签牙线 只能清洁大块残渣 不小心还容易伤到牙咽牙齿 造成牙缝变大 所以充牙器 在齿科学界 也一直被大力的推广普及 那这充牙器应该怎么选呢 我个人比较推荐这台 U-Smile超声波水铺冲牙器 当然啊 不只是因为它把我教育了 这超声波技术 一直是公认的 比较有效的清洁技术 用了这种技术的新一代冲牙器 超声波会在水中 震出很多的气泡 这样水流清洁一遍 气泡还能钻进缝隙里 通过爆破再次清洁一遍 双管齐下更加的干净细致 更重要的是品牌值得信赖 U-Smile在口腔领域是很专业的 而且有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 我还特意去看了 用户们的真实评论确实靠谱 建议大家早一些使用 赶快入手一台